母性的伟大是你用任何词语都无法描绘 即使自己变成了怪物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当你受到危险时 他也会不顾一切地站在你的面前 替你抵挡袭来的枪林弹女 这是一杯掺有怪物血清的水 水中游荡着一个怪异的唇子 只要喝下去就会掌控人的大脑 控制你的所有神经系统 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异 想要杀死怪物只有用烈火焚烧 采玉的母亲就是第一个成功进化为怪物的实验体 太上在拯救被困的囚犯时 再次遇到了怪物 仅仅一瞬间就将日本兵给秒杀 然后就开始袭击众人 太上为了给逃跑的人拖时间 独自拿着枪和怪物对战 子弹打在他的身上丝毫不起风 怪物扔起油桶向着太上打拳 随后几个氮气瓶也背了后 就在怪物跳过来时 太上举起枪托砸开了氮气瓶的阀门 大量的氮气充斥着整个肚子 怪物也在氮气的作用下进入了休门 随后通道内飘起了雪花式的包子 只要接触到身上就会溃烂 安全后的太上再次遇到许久未见的采玉父亲 好在他也安然无恙 可是采玉却消失不见 整个地牢都没有找到他的身影 太上委托他将这些人带到安全的地方堵壁起 由他负责去寻找采玉 他一定会将采玉安全带回来 将军发现监狱中的实验体都消失不见 大发雷霆 直接将负责守卫的小队长给打了一本 加藤这边也收到消息 疑似发现了怪物的踪迹 为了能够将怪物引出控制中 他将采玉牢牢地定在地牢的最中间 由他来吸引怪物的注入 看看至亲至爱之人变成怪物后 再杀掉自己女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此时牢门直接被怪物给撞开 缓缓地来到监狱的最中间 采玉惊恐地看着眼睛的怪物 映入眼帘的正是母亲佩戴的梅花掉 眼看怪物就要发动袭击 采玉惊恐中大声叫喊自己的母亲 怪物听到后竟然停止攻击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脑海中回忆着多年前和自己的孩子 在一起的愉快时光 加藤突然下令开枪射击 如雨点般的子弹向着他们袭来 怪物直接将女孩护在了身后 展开触手将女孩护在当中 用她的身体为女孩抵挡 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随后大量的氮气喷散 在氮气的作用下她的身体逐渐虚弱 触手也纷纷掉落 可还是在即将沉睡时将自己的女儿解救出来 在众人的视线都放在怪物身上时 太上悄悄将采玉救过 已经没了作用的女人被日军下令看到格杀物 在囚犯们躲避的房间内进来三个日本军人 正是换了衣服的太上等 其中还有一个曾经帮过采玉的朝鲜军人 这时房门打开 小队长带来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正是太上要找个名字消息 现在外面有一辆塔车可以在这众人逃离这 他们要在十分钟内赶到车上 不管有没有上车时间一到塔车就会开 而此时的日军也将监狱中各个出口攻击